假如明朝没有于谦,历史会发生怎样的变化,要不是于谦在北京保卫战中挺身而出,为大明续命两百元,明朝怕事早就成了短命王朝 永乐年间,于谦喝醉酒面见朱棣,直言劝谏朱棣因减少战乱,与您休养生息,朱棣常年征战,深知百姓疾苦,并没有因此责罚于谦,反而对他十分赞赏 与此同时,朱高赤也积极维护于谦,他一手提拔于谦,将他示弱珍宝,只可惜自己在位时间太短,没能看到于谕少宝尽显才能,于谦真正手秀斥在明宣宗朱棣机期间 当时汉王朱高旭不满侄子当皇帝,想要造反,于谦以御史身份跟随朱棣亲征,战后遵照朱棣机的旨意,竟且骂人的才华 汉王朱高旭被骂得不敢抬头,跪在地上瑟瑟发倒,他同杨士奇等人辅佐朱棣机,共同创造了著名的人宣之志 只可惜朱棣机英年早逝,等到大名战神朱棣镇继位,他重新宦官王震,所有人都害怕王震,唯独于谦既不过于奉承,也不送礼 导致被王震陷害关押了三个月,奈何于少保深得民心,百姓为他联名尚书,在群众的力量逼迫下,为高群众的王震只好认错放远 王震怂恿朱棣镇,御驾亲征瓦剌,没想到遭受了土木堡之变,大明王朝从此由胜转衰,皇帝被俘虏 瓦剌大军兵临北京城下,于谦以兵部侍郎的身份,挺身而出,誓死抵御瓦剌,守护北京城 他推选朱棣玉为皇帝,断了瓦剌的灭国之心,随后调集各地军队进京秦王,最终将瓦剌赶出了塞外,是大明王朝度过了最大的危机 朱棣玉在位期间,于谦得到重用,但好景不长,朱棣镇发动夺门之变,再次当皇帝,便将于谦治罪 虽然于谦有功于社稷,却没能得到朱棣镇的谅解,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大人,最后家徒四壁,含冤而死